我先問一下大家 應該在大專裡面 應該有上過那個 也就是跟我們資訊素養有關係的 有沒有一個叫創...就是那個 了解智慧財產權的部分 有沒有上過 有嘛齁 老師有沒有提到創用信息 有的有有的沒有 沒關係 你就把我們當作是基概課就好了 創用信息很重要齁 你可以到台灣的官方網站 也可以到教育部這邊都可以 那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你會看到有類似像這種圖示的 有沒有 這個圖示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懶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進到這邊來看一下囉 這裡 什麼叫創用信息有沒有 這邊也有懶人包 創作跟使用 創用就指 信息就指創作跟使用 我怎麼創作我怎麼去使用 那這個部分不包 不是只有什麼圖片或影片 包括文字啊 那些都是 都是齁 就是說 你今天有這個著作權 那我要怎麼樣跟你聯絡 你才願意授權 那如果你沒有透過這個圖示的話 我們就很麻煩 你是要一個一個去詢問 對不對 那作者也很煩 我還一個一個回答你 所以說這樣就有了這個所謂的創作息息的授權 那你看到這裡面呢 一般我們會看到這幾個圖示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使用 禁止修改跟相同方式分享 那他會把這個四個做排列組合 我們最喜歡的是這一種姓名標示就好 也就是說你只要我要標示一下 這個是來自哪裡 那你就可以拿去用 而且呢 如果只有這個 你還可以怎麼樣 用在商業用途 比如說下面這一個 有沒有可以包括商業性使用 甚至你還可以重置散步還有傳輸跟修改 他都授權給你 也就是說沒有寫的話就是可以 有寫的就是你要照他上面講的 那如果是下面這一個呢 右手邊這一個 就代表怎麼樣 不能用在商業用途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了 有的齁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這個圖示 那你就很清楚說 他的授權方式是什麼樣子 這就比較簡單了 那除了這幾種 還有還有別的 有 還有一種是你只要是人就可以用 有沒有非人類在這裡的 沒有嘛 因為有一些是屬於叫什麼 人類共同資產 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公眾領域 這就是一般我們講的CC0 另外一種授權方式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可能知道的比較少 一般有些可能就是知道這個 有沒有發現公眾領域有兩個 CC0跟PDM 那公眾領域的話呢 像這個就是說 他沒有著作權的著作 因為有一些有沒有 比較久遠的啊 他就沒有那些 著作權的部分 所以呢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你會看到 有這一種的 也有這一種的 那CC0的部分呢 表示就是他已經放棄了 你看在這裡 全力人 拋棄他們對各自著作的利益 有沒有 貢獻給人類使用嘛 這樣了解 所以不是人不要用 這樣沒問題齁 那現在有專門找這些素材的受訊金 好 那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 從這邊去了解 那我們從這邊找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有一個 CC search 還有一個CC0 對不對 有一些搜尋請 他們專門找這些領域的 所以如果說你怕 應該是說 如果你想要用在 就是這種 智慧才能比較嚴謹的地方 建議你來這邊找 這些素材 你會比較安全 這樣OK 好這個是我們先針對 就是這個創用信息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呢 很好用的 這兩個關鍵字 你也應該要會 請問PNG跟SVG 有了解這是什麼格式嗎 有沒有用過 有的可能有 有的可能沒有 PNG是我們 這兩個都是網頁上的什麼 圖片格式 PNG是點證的 SVG是向量的 因為各位應該知道 現在Flash行不行 你們有看過八部嗎 問各位不準 我要問那個職員跟老師 因為這小朋友看的 八部工程師 他都會問我們行不行 所以各位沒有小朋友 大概不會理解這種冷笑話 OK 好啦 這個呢 因為Flash不行了嘛 所以網路上現在的標準 的限量格式是叫SVG SVG 所以呢 這兩個就有 比較讓各位有機會 找到什麼 已經去背好了 我們如果要找圖庫的話 你要自己去背 知道什麼叫去背嗎 把背景去掉嘛 對不對 但自己做有沒有很麻煩 如果你只是要一般性的插圖 你就可以考慮用這兩個去找 那我們直接用搜尋 請來試看看 我十分鐘已經銷毀了 這樣沒錯 好啦 反正你等一下 我要用你再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要Google 好 那你要用這個呢 請你直接進到圖片就好了 比如說 你想要找看看 像我們剛剛的 我們找這個 你加上PN 我們先直接用這樣找 這樣找 有沒有發現 狗狗 確實都有出來 沒錯 但是 大部分很多 是不是都有背景的 所以呢 你控一格 因為我們關鍵字 可以用多重關鍵字嘛 有沒有覺得狗狗變乾淨一點 沒有洗澡也會變乾淨啊 對不對 但是 不代表一定會有 一定是透明 但是 找到的機會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PNG的透明 不只是單一個顏色透明 它最多可以有幾種顏色 256種 也就是說我的 從透明到不透明 有256種 所以包括像陰影啊 有沒有 也是半透明 如果它的圖片本身有 就OK 比如說像這一支 我點了 但是你們螢幕上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要看一下這邊 你稍微等一下 如果像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你們的上面這個是OK的 對不對 有看到這個好像馬賽克那個圖 恭喜你 成功了 這樣就找到你的素材了 就找到素材了 但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有些時候它一進去 下面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霸在那邊跑 有沒有 你們剛剛沒有注意到 再看一下我找別的 你點了之後 有沒有這樣在跑 你不要急喔 你不要 它在跑你就按右鍵 因為這樣按右鍵 你抓到的是縮圖 不是原本那一張 因為它在下載中 這樣了解齁 不然吃筋都看我 還有一個很重要 請你記得 不要用複製圖片 知道為什麼嗎 我也很對 大家不是很好 只對他們家比較好 你直接複製圖片 拿到Office的軟體可以 包括PowerPoint Word 透明度會留著 可是你拿到 我們的雲端的服務 拿到我們 大概用的軟體 真不好意思齁 因為不是我們家族的 所以 剪貼部會自動忽略透明度 這樣了解 所以你要找這種圖 麻煩各位做一件事 就是定存 好 就把它存下來 那比如說我現在把它存到我的桌面上 我開個資料夾 好 放進來 這個時候我們 回到這裡來 插入照片 有沒有找到它 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可愛一點 蛤 請問 知道為什麼我們到了一大圈 要去找這個圖來的吧 沒有錯 他確實待會兒你在左手邊 也會找到他送給我們的 但是 他有辦法每次都送你 你需要的嗎 你都沒有跟男朋友講過 已經看好我的禮物了嗎 蛤 叫他出錢就好啦 叫他塞印 簽名就好了 有沒有 我已經看好了 你不用再幫我挑 負責出錢就可以 就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 好那我們看了這個之後 我們在這邊 剛剛是找PNG對不對 請問 SBG呢 有沒有覺得比較卡通一點 同樣的關鍵字搭配什麼 不同的 那個圖片格式 我們得到的圖就不一樣 剪到他 我偷看一下 這張應該是有 有 有沒有 這樣有了解他們感覺了 所以 如果是比較一般性的 你可以像這樣 當然如果你還要再兼顧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你可以多做一個動作 在這裡有沒有更多 不是更多 工具 工具 有沒有叫使用權限 Google也可以幫我們做簡單的過濾 也可以幫我們做簡單過濾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再多做一些權限 如果你真的 就是你要做的這個活動 或者是 就是 內容是比較有敏感性的 那你就 謹慎一點 比較不會 有問題 因為 有些時候 你不只隱慎 出問題的時候 就很麻煩 當然你可以買圖庫 買圖庫 也是比較保險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經費不夠 至少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你就是多過濾一下 當然有做過濾 請問會不會結果 會不會比較少一點 一定的 一定的 一定會比較少一點 可是至少就是你可以 比較安心 這樣OK嗎 好